他那边一个车子一个面包车很飞快地过来 然后我也不明白就是他为什么会说到我前面啊 正好一个90度的一个转弯然后转到画台上去 声音很响很响 啪的一下然后车子都跳起来 跳起来然后在车翻过来 玉师傅说他当时第一反应是车上的人怎么样了 于是立即停下车跑向面包车 公交车上唯一一位乘客也跟着下车还帮忙报了警 公共视频显示面包车侧翻大概30秒之后 车尾开始冒出白烟 我当时看了一下地上还有一台类似于油跟水之类的东西 我就怕最怕的就是那个汽油 我从那挡风玻璃开过去挡风玻璃已经破掉了 破掉已经花掉了 花掉了呢我叫了他几声他没反应 情况紧急 玉师傅想先救人但打不开车门 于是他猛踹副驾驶一侧的车窗 一般的玻璃来说就拆几脚应该是有的是碎掉了 但它那张呢可能是原杖玻璃或者贴了膜 使劲踩怎么都踩不出来踩不开 就是玻璃是破掉了 但是拉不出那口子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公司里也经常在培训这一些 就是应急怎么样应急 利用身边的一些一些可用的东西 然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就是灭火器 玉师傅拿来了公交车上的灭火器 几下的功夫 面包车玻璃被砸出了一个口子 车上只有驾驶员一人 是位女士 看上去四五十岁 因为他自己也有意思了 他因为他做自己也还好 然后呢因为当时弄的口子是比较小的 根本不容易转出来 那一开始我肯定是要想办法 把它把它口子弄大一点 那因为玻璃嘛 这样被徒手去剥谁都吃不下 那如果工作服比较大我就把这个工作服的一脚 然后包在玻璃上 那再凭他自己 然后就这样 就是我们使劲的尽量把口子拉开一点 救出面包车驾驶员之后 玉师傅确认对方的状况还好之后 才放心回到公交车上继续上路 给玉师傅英勇救援的行为点赞 188黄金言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